今天來到第24條題目 第24條題目是玩一個叫歐基利德算法 歐基利德算法是針對著 針對著Polynomial版本 裡面的HCF遊戲 如果你明白了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開工 但問題就是Polynomial的世界 未必有HCF 就像今次懷勵一樣 你要懂得解明這一句 它叫你證明 Fx和Gx是Low Non Constant Common Factor 沒有常數以外的公分式 這個沒有常數以外的公分式 如果以數字版本來計算 即是彷彿好像7和9的HCF HCF就是1 有些同學的心想1也算 1不算的話 即是當無 類似這樣的情況 即是兩個Polynomial 如果找不到一個CF的話 我們就好像沒有HCF 而沒有是怎樣做的 如果你知道歐基利德算法 其實它的玩法是這樣的 Fx就放在這裏 Gx就放在這裏 你用盡方法減減 減了一個可能是Px 你用盡方法減減 如果你減到是0的話 這個人就是HCF 但如果這個不是0 而是一個數字 我不理這個數字是甚麼 7也好18也好 總之非0的數字 那就沒有了 沒有HCF 今天要我們證明它沒有HCF 即是我們很渴望 計算這個歐基利德算法 當中最後是計算到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 至於不是0 就當你贏了 如果你明白這個道理的話 我們就正式開始了 這個就是一起加的時間 首先看一下 看一看的 脂肪齊不齊 4次 3次 2次 1次 2次 1次 1次 2次 1次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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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加 x 再加 1 這樣動住它 由這裡開始,我們去到計算了 我們又如何計算? 我會看著這一塊 你看著這一塊 3x 4 次,除 x 2 次 就應該叫做 3x 2 次 走出來的 以下我們會嘗試把 3x 2 次 乘了 Gx 就放在這裡 3x 2 次,乘了 x 2 次 那個就叫做 3x 4 次 3x 2 次,乘了 x 3x 3 次 3x 2 次乘了 1 就叫做 3x 2 次 玩過的同學就會知道 計算這些數是普通的加減數 但沒有一次計算得對 不知為何,總是會加減數 所以其實大家要非常地審慎 那兩計相減的話 它就叫做負 3x 3 次 然後就減 7x 2 次 就減 6x 1 次 如果你有看過 LUCSI 版本 我有教過你 就把 x 代做 1 然後逐步去檢查 做一個影子的 歐幾利得算法出來 嘗試去檢閱自己有沒有計算錯 那有興趣到自己那邊看 那無論如何都好,組裝完之後 不太行 你這裏是2次,你這裏是3次 都是過大,過大不要緊 那我們兩個相除 就叫做負 3x 負 3x 乘以來 就是負 3x 個 3 次 然後就減 3x 個 2 次 就減 3x 那又是減減它的 那它就是負 4x 個 2 次 再減 3x 再減 1 那如果是負 4x 個 2x 那如果是負 4x 個 2x 那我二次,你二次,你還沒夠力 那我打刀一下 那我打刀一下 那我減 4x 負 4x 二次 就減 4x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去到組裝了 那你最後就能組裝到 這個叫做 x 加 3 那終於跌穿了 Gx 的次方 Gx 你如果當是二次的話 現在你去到一次就可以收工 那你就可以翻刀了 那你就可以翻刀了 就在想另外一個問題了 我看著它,我看著它 我會發現,喂,這樣 先乘回 x 給你 x 二次,加 3x 那兩抽的雙減的話 就叫做負 2x 加 1 還沒到,還沒到 喂,大哥,你就是x一次 我也是x一次,還沒到 做多個負 2 給你 負 2x 呢 就減 6 那 1 減負 6 呢 就正 7 我計到那個數字 恭喜你了 你已經是成功了 只要你計到那個數字 如果那個數字不是 0 你已經贏了 那如果是的話 我們計到這一步的時間 已經停止了 然後呢,我們就把尾去 如果只是單降A part的話 所以 F 呢 和 G 呢 就是 has low non constant common factor 那中文的朋友 就是沒有常數以外的公印式 那你就自己去寫下它 那如果你明白這個道理的話 那之後呢,就去到我們的 B part 那 B part呢,他們問了一個問題 就很常都是在一些 沒有這些 non constant 的 common factor 那些 那些 的時間就追問 是甚麼來的呢,他們說 那這兩個人呢 就懂不懂 我明白 但是如果我把 Fx 加了 Px 的時間 我要求你是 Divisible by Gx 要求你可以被 Gx 整除 我如果有這麼過份的要求的話 你幫我掘個 Px 出來 但是 Px 呢 其實呢 就不是 unique 的 Px 呢 但是有很多個的 那所以他要找個 Low Rest 的 Degrees 即是說 他那個的次方 25小得那麼小 那我怎麼做呢 那這裡 那怎麼做呢 你就是要懂得在這個直升 裡面寫一個橫式出來 那樓上呢 就有一個直升 那事實呢 整個流程是怎樣來的呢 那不如這樣吧 我逐個逐個來吧 首先我會問你 喂,這個人是怎樣走出來的 這個人 X加3是怎樣走出來的 那如果你問我 他怎樣走出來的話 我們會告訴你 這個計劃 很快 就是給他減移 減了一批 減減減減減減減出來的 它減了些甚麼 減了呢 這一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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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三班人是怎樣來的 分別就是 這個人乘成Gx 這人乘成Gx 和這人乘成Gx 我們可以簡稱為 他是減了 這個factor 乘成Gx 所得出來的 就是x加3 這就是直式轉橫式的關節 當你明白這個直式轉橫式的關鍵的話,我們就可以不妨嘗試寫一寫 去到我們的B 部分,因為我們的直式的緣故,我就會知道 fx 減我們的 3x 二次,再減 3x 減 4 乘以我們的 gx 呢? 原來是等於 x 加 3 的 如果你明白這個道理是容易做的,因為我們今天是要組成什麼? 就是要組成 fx 加了一樣東西 然後是要除得盡我們的 gx 你只要把剛才的橫式稍作調位 由於 x 加 3 調過去,本來就應該減的 我就是要寫加,你吹嗎? 那我們就加個負數給他 為什麼我就是要寫加? 我想的嗎? fx 加是他說的,不是我說的 px 啦 現在你這傢伙就矛頭直指,他就是 px 來的 為什麼我會知道? 因為你現在看到兩個因素相成 其中一個因素是叫做 gx 那它就是 divisible by 我們的 gx 啦 所以所有東西都明白的時間 那麼我們的 px 我們就知道了 它就叫做負 x 減 3 那故事就講完了,OK?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終的答案 好 喔 好 自由 好 自由 好 自由